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千金 436集 张凡说罢便离开会议室去了黄金云的病房 黄金云的精神状态比起昨天来已经要好了很多了 跟黄金云扯了会儿蛋 张凡便接到马志勇叫他出门吃饭的电话 中午跟马志勇还有白瑞翔一起吃了顿饭 吃完饭在医院给他安排的办公室里面休息了一会儿 大概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张凡便和方言一同踏上了返回谢国强家里面的路 一个小时之后张凡和方言便再次回到谢国强的家里 他先是看了一眼谢国强的父亲和女儿 他的父亲已经是越发的精神 以谢国强女儿的面相来看 应该是活不过晚上十二点的 张凡通知众人打起精神 这精怪应该就会在五六个小时之内出现的 张凡众人并没有在谢国强的父亲家里面待着 而是到了外面的车子里 这样的话能在精怪到来的第一时间发现的 众人把车子停在距离谢国强父亲家不足二十米的插道口 这样也不会被精怪所发现 几人在张凡的汉兰达里面闲聊着 天色也是逐渐变黑了 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 众人正在闲聊呢 突兀的便感到一股妖气 从四面八方朝着谢国强父亲的家里面席卷 感受到这股妖气 众人的声音也都是戛然而止 应该是来了 张凡沉声说吧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而后缓缓地下了车子 四人下车后 正看到谢国强父亲家门头的位置 闪过了一抹绿光 绿光转瞬即逝 嗖的一声 便飘进了东屋里 四人再次对视一眼 快速朝谢国强父亲的家的方向跑 欧阳老头 严东和方言并没有进门 方言在大门口的位置 虚化了一个镇宅符 三人则是跑到了 另外三门墙的位置躲避起来 目的就是给这金怪 来一个瓮中捉鳖 张凡则是推门而入 仔细地感受着周围的气息 此时的院子里面 正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摇气呢 张凡只当是没有感受到 慢慢地朝门口的位置走 你躲在东屋房梁上面的金怪 看到张凡 心里面也是泛起了嘀咕 这小姑娘 亦是一个将死之人 虽然来的这个小子 导航不低但是找不到那只得了 瘟疫的动物 面对此时的小姑娘 她也是束手无策 所以那金怪 倒是也并没有什么危机感 先生您来了呀 快来看看我的女儿啊 此时 谢国强从屋子里面快步跑了出来 他是演戏呢 这张凡早就和他商量好的 目的便是为了 让这个想坑害他们一家的金怪 可以松懈下来 走 带我去看看 张凡也是显得颇为自信 你放心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我出不了的邪碎 张凡这次所饰演的 是一个坑蒙拐骗的家伙 这活应该交给严东的 严东在这方面 是比较有天赋的 上次在旺塞村 跟村长演的那可是为妙为宵啊 不过严东实力太弱了 所以张凡才亲自过来 哎 大师 您里边请 谢国强急忙是谦卑地 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张凡则是拔着腰杆 挺着胸脯 便走进了房间里 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姑娘 张凡眉头一皱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凝重来 大师 您可要救救我女儿啊 求求您了 这时 谢国强的老婆一把 抓住张凡的胳膊 满脸都是祈求 两行热泪 更是从眼角里面滑落了下来 嗯 我倒是能救你的女儿 但是会比较麻烦 最重要的是 对于我的倒行损失太大了 为了那么几个小钱 这实在是不值当啊 张凡摆了摆手 摇摇头 说完了 不要朝门外面 不要朝门外面走 其实 现在的张凡正在仔细地 感知着周围的气息 他在确定 那精怪如今所在的位置 见张凡要离开 谢国强和他老婆 鸡妈是死死地 抓住了张凡的胳膊 大师 您可不能走啊 对啊大师 您别走 您放心 我们不会白白 让您损失道行的 谢国强的老婆 也是急忙说着 与此同时 对谢国强使了个眼色 谢国强微微点头 急忙是翻箱倒柜地 拿出了一个包得 方方正正的 纱金包裹来 张凡不禁看了一眼 谢国强老婆的 神态和表情 他老婆真的挺如稀啊 这挺有做演员的前职的 随后 被见谢国强 把纱金包裹 递在了张凡的面前 大师 您看啊 这是五万块钱 是我们孝敬您的 我们只希望 您能把我们女儿的病 给治好 求求您了 看到这些钱 张凡的毛子猛的一亮 故族推诿道 哎 你们这是干嘛呀 大师 请您收下 求您救救我女儿 听到谢国强老婆的哭诉 张凡微微叹息了一声 哎 那好吧 这钱呢 我收下了 说着 他便把那五万块 揣进了包里 我作为一个悬门重人 也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 一边收钱 一边故作人意地解释了一句 说着 便看到张凡 朝小姑娘的方向去了 走向小姑娘的过程里 张凡暗自嘀咕了一句 估计这屋子里面隐藏的精怪 此时都在骂自己呢 其实还真就是这样 这精怪 还就真的是在骂张凡呢 张凡到了小姑娘的面前 闭上了眼睛 在其撬雪里的相簿之气 瞬间从张凡的体内扩散而出 看样子 他是在感受小姑娘身上的病症 其实 他是在感知那精怪的位置 在他的相簿之气 从体内一散而出之下 他一下子便感受到了 那精怪的位置了 随后 张凡拿出一张黄斧纸来 又是一根毛笔 看着谢郭强一家人说道 我接下来所画的符路 名为沙妖符 这符路一旦贴在你们女儿的身上 你们女儿 必定会立刻生龙活虎 张凡一边说 一边便在符纸上面画起来 顶棚上面的精怪 看着张凡手中画完的符路 心中暗存 真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东西 这哪是什么沙妖符啊 另外 这世上好像根本就没有 沙妖符这种灵符吧 张凡所画的 不过是一张巨神符罢了 这巨神符的作用 便是让将死之人 回光返照的一种符路 也就是说 张凡把这符路 踢在小姑娘的身上 这小姑娘便会在 几分钟之内醒过来 并且和正常人一般是生龙活虎 但却抄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这小姑娘就会立刻暴毙了 大师 那您快把您的符路给贴上去吧 谢国强满脸都是期望 他老婆也是急忙跟了一句 对呀大师 麻烦您尽快给我女儿贴上这张符路 把他身上的邪祟杀掉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